第一次买房必问权状面积 三种情况可能被骗 新手买房通常只留意单价 劝勉思量到 评数与价钱间的巧妙关系 以下有三种情况 会让人掉入评数计算现经历 来听专家怎么说 一 车位灌入房屋评数 通常新建案在计算房屋单价 并不包含车位 但个别少数业者会将车位评数 价格灌入总价 制造出房屋单价低的假象 如A B案房屋评数皆30坪 且不含车位总价1500万 换算一坪50万元 但B案卖方将7坪100万车位评数 和价格灌入房价 就变成37坪总价1600万 换算一坪仅43万 算起来和A户单价差很大 也容易让消费者以为比较便宜 消费者只要是买新建案 计算方式一定会拆算车位 多数新建案 网站平台刊登房价也是拆算车位 中古屋的算法则是将车位评数 和价格一起算进去 二 车位价格灌水 业者会将车位评数价格灌入总价 制造出房屋单价低的假象 也就是俗称的车位回布 车位回布白话文就是 房子单价较便宜 把车位价格拉高 房子少赚的部分就从车位补回来 举例来讲 比如说A建案它30平单价31万 加上车位价格120万 它的总价就是1050万 B建案虽然也是30平 可是它的号称单价只要29万 可是它的车位却要190万 这两个案子上比较起来 B建案虽然房子的单价比较便宜 可是因为加上车位总价的关系 它的总价整整就比A建案还要贵 这种手法维新建案销售常见的手法 所以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 要研究当地行情之外 也要留意一下车位价格 3. 恶宫记录销售评数 所谓恶宫是只取得使用执照后二次施工 有业者会将恶宫的评数灌到销售评里 借此压低单价 如销售人员宣称总评数有50平 总价1500万 单价1平30万 但全壮实际评数只有45平 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建商跟或者代销 实际的权状面积是多少 才能知道主建屋评数、附属建屋的评数 如果你在问这个业者 权状面积是多少的时候 业者含糊其词 用销售面积或者是用实际使用面积来呼隆你 这个时候你就要有警觉心 雨泽不登记不计价已经上路了 有些业者虽然号称雨泽也不登记不计价 但是在计算价格的时候 会利用这种树雨的漏洞 把雨泽的价格也含糊地计算进去 专家提醒有些不需要业者 会用画数把二公为建的评数也加进去 根据预售屋定型化契约 因记载及不得记载四项规定 附属建物除阳台外 其余项目不得约定计入买卖价格 而且销售人员不得使用未经明确定意之 使用面积、售益面积、销售面积等名词 提醒民众买房应多加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